大家好,欢迎来到家中驾驶频道 江江林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带大家来到刘麦克考场中心 刘麦克考场屋于多伦多的北边 距离Richmond Hill Markham 大约15-20分钟的车角 这个考场最大的特点是 考试路路快是路面比较宽的 周围面相对比较少的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考点 好,接下来大家要教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体验一下 游麦克考场的考试路线 游麦克考场是在多很多的北边 这里的上考高速的是需要上404的高速 好,我们现在在第一个路口 停车场路口做个左转 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停牌 我们先停在轮行道之后 平时我们这两边都是有很多车的 我们需要里辆两边的车辆 如果你看不见在没有轮的时候往前滑 好,现在两边都没有车来了 我们安全我们可以走 转过来以后 这条道先看看有没有速度限制排 如果没有,我们先走50 另外一个考场呢 另外一个考场呢 它的这个路比较宽 在这种工业区的一般都是走50了 我们现在前面是绿灯 但是一定要想着它会变灯了 所以我们提前松一点点脚左右看看 好,这个时候我们家里有通过 可计排呢 在直行的时候一定要每5到8秒钟 看看中间的道货镜 过绿灯路口都是要左右看 我们现在看到50的排了 好,我们在前面的一个路口 FIRST STREET TURN LEFT 做个左转 好,我们现在可以打灯 这个地方是没有停牌的 我们就让对方的车 对方有一部车来了 我们需要让它 左边是有停牌的 因为我们没有停牌 所以我们只要让对方直行的车 跟右转的车就可以了 好,现在安全了 我们可以转过去 还有看看这边没有轮 每次转到新的一条路上的时候 都要小心 这个先看看速度是走多少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看到速度限制排 那么这意味着它最高是50了 好,我们继续前行 直行的时候 还要再看看倒后进 防御性驾驶上面 要求你每5至8秒钟 都要看看倒后进 因为如果后方的车 跟我们很近的话 我们骑刹车的话 就会容易追尾的 我们在前面的交通灯 做一个左转 FIRST SHOFT LATE TURN LEFT 好,进入左转道 好,看看进这个满点 现在是绿灯 那么我们缓和的往前 如果这个时候变黄灯 我们要停车了 好,绿灯安全了 我们可以过 先进入最左边的道 然后提速 自己变到右道上去 因为Slow Traffic Always Keep Right 要保持右线行驶 那这条道是60了 好,我们现在前面交通灯做个右转 好,看进这个满点 进入右转道 要减速 因为这个灯快变了 要减速 好,快变了 OK,我们要停车 值得一提的是 每次左右转的时候 如果绿灯变黄灯 你在线内要停车了 好,我们停下来以后 红灯看看前方没有人 然后我们往左边看 好,左边没有车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走着前面看 右边的进这个满点 前方的速度是50 OK,我们继续往前走 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超速 超速的话 不要超过这个五公里 如果你超过五公里的话 有可能会费用你的 然后在前面交通灯做个右转 我们打右灯进入右转道 好,要看右边进这个满点 要减速 好,继续是绿灯 看右边没有人 左边 好,少一点 我们看看满点就可以走了 好,进入住宅区 现在是40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个左转 先减速 Slow down 好,对方没有车 因为我们没有停牌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转过去了 好,进入小区呢 他会做几个动作考试的要求 我们先做一个Rose Eye Start 就是路边停车 打右灯 看右边进这个满点 停在这个 找一个好的地方 parking 不要停在人家 躲在人家家门口 不要在小房窗这个旁边parking 好,手上拿起来 按上双闪 这个是low side stop 好,let's go when safe 我们把这个双闪灭掉 挂前进的 然后打左灯 这时候要看看中镜跟左边镜子 确保没车了 我们看看满点就可以走了 好,如果有车的话 我们一定要让它 即便它在很远 我们也要让它 因为考试的时候 是需要让考官 做给考官看 好,我们在前面的内部车 做一个平行巴车 考官会跟你说 做一个parall parking 在内部车 好,我们现在做个先打灯 这个地方是在人家家门口 不过考官那里做 你也可以做了 没关系 好,慢一点点 好,两部车之间呢 大概有一个开门的位置 尾巴对起 我们把退档 后方有一部车 我们不能做了 我们要让它先过 然后360度开一看 做的过程中做慢一点点 做的过程中慢一点点 允许你调整 只要你做好就可以了 方法不重要 好,我们现在看看路牙 不要撞进去了 我们可以慢一点点 慢一点点 好,我看到快平行了 跟路牙 OK,平行了 然后把方向帮回正 再看看前方的跟车 跟前方的车 距离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后轮 parking手上拉起来 好,考官会跟你说 Let's go and save 我们刮个退档 因为多一点空间 我们走的时候就会更安全 然后转身体看看 OK 挂前进档 它左灯 看中镜 看边镜 左边的镜子 然后再看盲点 这个也是很关键 跟road side 出车都是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如果有车 我们不要走 好,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三点掉头 3.10 好,我们现在在前面打右灯 先找一个好的位置 靠边停车 三点掉头 就不要离路口太近 我们要先停下来 车跟路牙30厘米左右 然后车跟路牙平行 打左灯 做三点掉头 最关键的第一步 不要离难前方跟后方 这个来车了 你没有车你才能坐 好,现在没车 转身体看一看 把环境盘都打过去 不要到人家的私家路上面去 好 做的过程中慢一点点 现在打右灯 挂 可以打360度 看一看 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车来了 它减速 你照样可以坐 别影响你的心情 好,不一定要退到最后面去 能过的去就可以了 OK,挂前进档 好 看看右边 因为这个时候前面有空间 右边如果有车来了 有可能它不让你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好,加点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做好考试的这个 三顶掉头 平行趴车 路边停车 我们将会经过这个几个交通灯 完以后 要上下高速公路了 好 我们呢 在前面做一个右转 在前面 停台那个地方做右转 考官的指令 会跟你说 first stay turn right 好,打灯 停在停车线内 先停第一次 先让能过马路 没有能的话 看看左边 右边 然后最关键 左边没车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OK 前面交通灯做个 左转 first traffic light turn left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灯 刹车之前 看看到后进 好 在等红灯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做好预判 有哪些 你需要先观察到了 比如说 里面有没有车辆来 再看看我们的左边 有没有行轮或者自行车 将要过马路 因为绿灯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有关系 然后再看看它中间的线在哪里 因为我们要转到中间那边去 最后我们看两边变灯了 现在变灯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 因为两边变了黄灯 我们现在往前滑一点点 因为有自行车 在外面等候 好 现在可以走了 迅速加一点油 尽快跑起来 这条道呢 也是看不到速度限制排了 它是走50了 眼睛要往远处看 现在前面是红灯了 我们到的时候 有可能呢 是会变绿灯了 好 我们在前面交通灯 做个左转 first traffic light to left 好 进入左转的庄院道 前面的这个左转灯亮了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如果变灯了 你在线内 像这时候我们要停住了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变灯 那你就可以走 好 现在绿灯依然是安全的 左边没有行能 我们可以过 如果不安全的话 可以在交通路口上面等 好 先进入左转道 然后自己变在右道上 这是60的速度限制排了 好 过绿灯的路口呢 考试的项目里面 也有一个过绿的路口 应该怎么处理的 先松脚 左右看看 看看大后劲 然后你再加油 假如变黄灯了 那么你想的第一 就是停车 如果你觉得停车是危险了 那么你前进要加倍小心 也就是说 直行的时候 黄灯是在安全的时候 是可以通过的 好 好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交通灯 做个右转 OK 好 打右灯 前面是绿灯 因为刚才刚变了 先看看右边没有行能 好 左边也要少一点 然后看看右边的盲点 和镜子的盲点 我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我们第一眼看上绿灯 要小心它会变灯 所以我一样要松脚 左右观察一下 然后再轻轻加理由通过 好前面已经看到一个404的牌了 我们前面是绿灯 但是也要有个黄灯仪式 先松脚左右看看 然后再通过 我们先上404往北走 然后考官会跟你说404 这个地方开始 前面有个牌 右边有个牌 是Bus Begin 开始了 Bus开始了 然后加点油 松一点点脚 因为可能会变灯 然后加油 我们进入404 然后打灯 高速的是两上高速 两下高速了 然后进入以后 把灯取消掉 这里有一个黄色速度 是建议是30了 我们现在走40 没关系 眼睛看远一点点 就不会压这种白线了 当你能看到高速上面的路快的时候 先做一个预判 高速是不是堵车 我们现在是不堵车了 那么你就要迅速提速了 你只有尽快提速 接近highway的速度 你抢那个有机会进入 好打灯 迅速提速 提速 提到95到100 好 后方没有车 如果有车的话 我的速度应该是可以进去了 然后我再进入了 不用担心 进不去的 你只有加油 和这个提脚打灯 你就有机会 更多的机会 这是争取主动性 如果你不加油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主动性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个变形变到左线性了 Change to left 按Save 好 然后再变到右线去 Change to right 按Save 你这样安全的时候变 因为不安全的时候 你不能变了 在高速上烤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变现 然后前方我们就下去了 然后打灯 千万不要在高速上踩刹车 这个时候 我们进入减速道以后 我们再踩刹车 这个是减速道很长的 就没必要踩刹车了 让它自然减速 好 前方是60的排 这是建议了 我现在还是70 那么我就慢慢 减速 慢慢减速 可以踩点刹车 我们在前面交通灯做个左转 好 我们开始打灯 那由于高速 我们待会马上又要上高速了 高速一般进口都是在右手边的 所以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待会转过去以后呢 就会在右边接近高速公路进口的那条道上 我们就少了一次换线的机会 那么就减少被fail的机会了 好 现在快变灯了两边 OK 两边已经快变灯了 绿灯起步的时候也是要左右看一看 因为别人可能会闯红灯的 好 这边已经变红灯了 好 我们快变绿灯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已经变绿灯了 左右看看 好 加点油 我们再上404 好 打灯 看右边进整个满点 进入 好 环色的速度限制排是建议的30 这个时候不要加太多油 因为这个弯道不适合你加那么多油了 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加那么多油了 眼睛看远一点点 眼睛看远一点点 好 我们现在看到海维部堵车了 迅速提速 这个时候叫提速 不要等到直的时候再提速了 好 打灯 迅速提速 就像飞机起飞一样 迅速还是提速 不用担心 提速 急兵现在是一部车都没有 我也是要提到highway的速度在进入 不然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fail掉了 好 现在是100到105 highway上的最好是 比highway限制速度快一点点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个变线变到右线去 我们发现右线上有一部车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它的速度比我们快了 那么换线是不安全的 好 现在我们安全变线了 我们就看看满点就可以变过来了 OK 好了 那么考官在highway上呢 还是可能会继续给你做出这个 发出变性的指令呢 你要安全的时候才能变 那我们现在前面的 David's Dry 我们出去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下高速了 你可以自然减速 自然减速 然后把灯可以关掉 好 黄色的60的建议牌 慢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减速 我们在前面交通灯做个右转 我们打灯要进入最右边的那条道 好 现在前面看到的是绿灯 但是这个绿灯有可能会变灯了 所以每次都要有黄灯意识 要减速 减速 好 减速 好 变了 好 我们就停住 只要我有黄灯的意识 它变灯了 我就能随时停车 如果它没变我就可以 就可以过 所以这是很关键的 每个绿灯都要有黄灯意识的 好 红灯 前方没有轮的时候 这里允许你 红灯右转了 如果不允许了 它会有个排斜的 红灯禁止右转 我应该往前滑多一点点 看左边有部大车过来了 有部大车过来 我要烂塌了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了 我需要再往前多一点点 还有一部车过来了 OK 安全了 然后我需要两边扫一扫 再看右边的进这个满点 因为怕这边有自行车 OK 前面交通灯做个左转 加点油 有一部车 但是我的速度比较快 我就可以过 好 慢一点点 OK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OK 前面是50 我们现在要返回考场了 每个考场的考试路线都不一样 每个考官也不会千平一律的 走一样的这个考试路线 我们拍摄考场路线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考场的实际的路跨 以及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考试的内容 建议大家还是去找一个好的教练 因为好的教练 不仅可以让你能够更省钱 更省事 少折腾 这个顺利通过路考 而且通过学习 培训 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 你原来不知道的驾驶技能 让我们更能够安全驾驶 好 我们现在返回走 前面这个是自行车到了 你要小心你自行车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 如果是右转的话 一定要看看右边的盲点 有没有自行车 好 现在是绿灯 但是它可能快变了 好 没变 这个时候如果变了我也是过了 因为我太近了 刹车是危险了 好 我们回到考场了 考场就在前面很很近的 右手边了 考试的整个过程大概是25分钟左右 回到考场的时候 考官会当场告诉你 你是符合标准 还是不符合标准 如果你是符合标准的 那么他就告诉你你符合标准 然后你就进入这个考试中心的office里面去领取你的临时驾照 如果你是不符合标准 那么他就会告诉你你不符合标准 然后你要等10天以后才能再考了 回到考场就听考官指挥 有可能让你做个伪径再做投进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个投进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会与你分享更多的安全驾驶资讯 本期视频与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